我就是寻思着我们晚上天天出去渣海 怎么缩子鲜越来越少了 来到海鲜市场这边的话 百分之八十都是缩子鲜 哇塞 牛子都那么大呢 这个好大 这大公鲜你看看 好大 这边都好大 多鲜鲜啊 这两鲜 今天可能是上鲜鲜 下鲜鲜 下鲜鲜鲜鲜鲜鲜鲜 下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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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鲜�鲜鲜� 我买了 煎好这个 我来炸了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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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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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黄木竹 有什么蟹 给你妈买了蟹 我还幸福了 开不开心 从你的歌 像一个 从你无比的歌 你这么美 这个钢现在那个才给它加过水 好像水加少了 你看现在一直在喷沫 是吧 就给它在底缸再加点水 最硬朗的两条鱼 就它俩了 这俩 这俩又咯们火了 好多朋友会好奇 这个鱼缸是淡水还是海水 这是海水 就是我们是自己调背的海水 然后里边东西的话 就是咱自己干海的时候抓回来的 然后给它养起来的 咱们现在给它淘点那个很严静 好 OK 调至这个海水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海水给它调均匀 然后给它刺下它的这个盐度 这个盐度还差一点 正常的盐度的话是1.020到1.024之间 都是可以的 OK 可以的 这个就是沿路剂 这个是比较简易的一盐沿路剂 这个是比较简易的一盐沿路剂 小水泵 专门可以抽水啊 放水都可以 一般上水的时候 用它就特别方便 这个是海钢必备的一个东西 这个叫淡风 它可以吸收这个鱼缸里边整个的粪便 包括一些杂固质 这上面是一个收集器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一个过滤池 这边会放一些浴缸啊 浴缠什么的 然后那边就是一个出水池 在那个这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下水的循环系统 我以为是底缸水少了 然后我就在底缸加点水 结果上面水就得也多 至少人应该是要下来了 结果下不来了 来 最后我没办法了 我跟我表姨两人把这个给它解开了 你看 你看 这小的 这里边蹲了这线子 哎呦我天哪 我这浮了 还活着呢 都破坏了这两天啊 来 谁活着我就给它吃了 下午就给它弄点好多东西 来 这些管件啥呢 你看 下午都涨青苔了 涨还早了都 这个隔壇差午就给它刷了 是吧 哎呦我天哪 看到这灰 哈哈 是不是很聪明 嗯 这样就干净了 对 这里边真的老员工了啊 看了没 这个金融啊 这边这个鸡肉都长青盘了 啊 整个电个四种兵 这是 找半天了 终于找到了这个海蜈蚣 还冰凉冰凉了 来 给你们来试咯 宝贝们 看,海峰会游泳啊 好久没吃混劲了,天天吃蛤蜊都吃够了 这个鱼的攻击性特别强 一口咬了一块下去 这老鱼也得了一条 只要是那种大的鱼,一口就吃了 一口一条 这个小花团靠这边呢 然后这个海螺吸了一只花站线的躯体 花站线估计已经吸上了 那你去海螺啊 这老爹看这边吃的可香了 这家伙吃饱了还不撒手 所以终于见到混气了 好了,那个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啊 然后鱼缸咱们给它整好了之后 这个鱼缸咱们给它清理一遍 而且要保证这个水质要好才行 不然这些鱼的蟹早就死了 但是它这里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这种循环 螃蟹的话它们之间会相互残杀 会捕蟹的捕鱼 一起来吃 喜欢创作视频的朋友记得点关注 点了吧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